为激发学童的好奇心与观察力 规划了数学闯关步道 阳光道道上排列着各式不一的面积方块 利用食物让学生亲身体验 了解面积的变化、形成概念 培养能带着走的能力 打破学生固定的思维 透过动手做做看 来激发学生的创造力与想象力 统整、几何图形、成法等多项单元 让学生亲自操作与体验 感受生活中处处有数学 过程中也让孩子了解团体生活中 要遵守团体规范 发挥团队合作精神 发挥团体验 没有什么 ambling 一个项目 还有那个项目 来 有些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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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 有些项目 第二階段由各班导师临选 表达能力较佳的同学上台 带领同年段的同学朗读 大学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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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一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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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鼓勵学生每周一创意 记载于学生生活创意护照 并适时与同学分享创意心得 我是六甲的吴雨珍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创意护照里面的自动牙刷 也是使用电脑控制牙刷 自动刷牙 不但可以节省人力 更可以使牙齿更难 我是六甲的餐厅 我们发明了一艘船 然后至于我们为什么要发明这艘船 是因为有一次学书局看到了这个水中马 然后我们之前有喝完的饮料杯 然后我们享受保力龙的福利 所以我们把马都粘在 保力龙身上 他把这艘船的造型变成那艘船 他和我一起制作这艘船的两个 有加任业佑的王志祥的同学 进行学生创意护照同时 发现学生展现潜在的创造思考能力 提出相当多奇奇怪怪的联想 或许现在看起来是不可行的 但很多的发明在产出之初 也被认为是不可行 可是后来还是被发展出来 我们各希望从日常生活中 激发创意思考能力 以丰富孩子创意 活泼的心灵空间 为鼓励孩子发挥创意 及展现表演天分 每周规划一时段 让孩子上台表演其才艺 或者创作 项目不拘 达到人乐己乐 透过创意空间的营造 及创新的教学活动 希望我们的孩子 能有更多新颖的想法 感谢观看